打斷一下 作為這個我國的國民 我必須要表達一下意見 我國就是前任外遇國 是 曾經外遇國 外遇界的權威 因為大家都說卡蜜拉是一個小三皇后 其實卡蜜拉跟查理在一起 是在先的 卡蜜拉第一次見到查理 就跟他說 我的祖母的祖母 是你祖父的祖父的情婦 你覺得怎麼樣 所以他們兩個是有約 然後他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感情是非常好的 那是英國王室 女王不知道想什麼 反正其實卡蜜拉在大學教書 也不是一個沒有地位的人 但是反正就是不要他 不要他之後要這個戴安娜 那戴安娜根本就知道 查理跟卡蜜拉的關係 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還沒有結婚他就知道了 知道的時候他還是嫁 他以為他可以 女人這種種子 我覺得我是聖母 我可以改變他 事實上嫁了之後 這個卡蜜拉跟查理一直 查理完全不避諱地繼續跟卡蜜拉聯絡 所以這個戴安娜才非常的痛苦 那戴安娜痛苦之後 尋求發洩 就去找別的男人 那事實上他找的男人都很糟糕 什麼騎馬術教練啊 什麼他的守衛 這馬術教練為什麼糟糕呢 因為他們都出書出賣他 對 這些男人都出書出賣他 對 這個每一個都兩個都出書出賣他 那反而卡蜜拉跟查理 其實是始終如一的 查理一直沒有跟別人亂搞 卡蜜拉也沒有跟別人亂搞 他們兩個人是一直堅持這樣的感情 雖然不被王室的婚姻所允許 那一直到戴安娜過世 那卡蜜拉才來成為他的 而且卡蜜拉也很委屈 因為說因為王楚是查爾斯親王嘛 他說那查理作為查爾斯親王 你不能做查爾斯的王妃 他也接受沒關係 我叫公爵夫人都可以 然後他就去好好的 不計民憤 對 不計民憤 然後他就好好的 而且事實上抓到很多人的唾棄 尤其是女性嘛 一定講你這小三怎麼可以那個 那一直到最後 我覺得女王也是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想說這媳婦也行 辛苦了 不容易這麼 當然女王自己應該也很後悔 早知道當初讓他們在一起 不就沒這些事了嗎 所以才說把他 好說好 讓他當王后這樣 他才有當王后的機會 我反對 其實呢 在我們今天討論這當中 我認為卡蜜拉 就是一個心機非常高的人 你現在想看 他可以這樣一路上來 然後成為王后 其實這當中 他做了多少的手段 那我先講 剛剛提到 對啦 當時的這個查爾斯王子 的確對卡蜜拉非常的迷戀 那迷戀 當然他們當中 後來沒有辦法結合在一起 但是這個王子顯然所有的感情 都請住在卡蜜拉身上 那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就是當這個王子 跟戴安娜王妃結婚 然後盛大的婚禮 然後大家都覺得是這個王子公主 幸福快樂的生活 可是卡蜜拉 難道永遠就是在暗處哭泣嗎 並不是 他其實根據後來 包括梅根接受歐普拉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出來他說整個王室這麼多的八卦 到底是誰放給記者的 就是他 他好厲害 沒有卡住 他有一些媒體的朋友會在關鍵的時候 大家都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包括呢 查爾斯王子後來跟這個戴安娜離婚 這個整個前因後果 是女王要求他們要離婚的 這個消息是誰放給記者的 就是卡蜜拉 也就是說他作為一個這個備位人選 他不是永遠就是你知道小三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等著隨時 反正就是宿命 他不是耶 他是準備隨時能夠地補那個位置 這第一件事 這個上進心 小三就是要有這種上進心 你鼓勵小三要上進心 是不是 那我們真空去哪了 真空 你不愛他了你就不要他 你幹嘛硬跟不愛人人在一起 但是好 那我們話說回來 來 那卡蜜拉終於 他處心機率的在鋪排就對了 還有還有 那今天他 他能夠嫁進了這個英國王室之後呢 他沒有他沒有終止他的手段 因為他嫁進去之後呢 他曾經好多年都被票選成為英國國民心目中最討厭的女人 他No.1 真的 真的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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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時機來了 因為梅根嫁進來了 梅根嫁進來之後呢 他是第一時間有去跟梅根示好 想說 我好歹是你的這個婆婆嘛 想要跟他之間拉攏 那大家都知道梅根其實是有點反骨的 他根本不聽 那這個卡蜜拉又覺得他拉攏不斷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他們婆媳之間是有一點問題的 但是呢 來了 梅根結婚的時候不是出了小花童的事情 就是梅根結婚 小花童 那到底要不要穿絲襪這件事情 梅根就跟這個凱特就吵起來了 請問這個消息又是誰放給媒體 怎麼這麼細節 誰會講 而且其實英國裡面 他們王室工作人員也不可能講 誰講 卡蜜拉 而且就把消息放出去 一放出去不得了了 從此英國國民最討厭的女人的No.1 是梅根 有沒有 本來他是最 本來就剛剛各位都有講 他已經晉升為不是最討厭的 對 這也是上進心 打扮敵人 你不覺得這個男人實在 所以他一路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心眼 包括後來是誰也沒有想到說梅根會把這些都都講出去 梅根接受那個歐普拉訪問的時候 就說其實王室所有消息都是他啦 都是卡蜜拉什麼的 所以卡蜜拉有公開說過 他說我絕對不會原諒梅根 所以這次不是說 他當上了這個王后之後 他第一個要修理的人 恐怕就是梅根 雖然梅根反正已經 早就脫離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修理不到他 但是會修理誰 聽說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卡蜜拉會最討厭梅根嗎 不是 她最討厭凱特了 對 因為她已經脫離了 而且不住在一起 但是英國國民最喜歡的女性會是誰 凱特 對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這個婆媳之間會怎麼樣去勾心鬥假 或者怎麼樣去鬥爭就不知道 對 記者拍到這一張 就兩個人都沒有笑容這一張 不過當然我相信有時候這個是 就是說無意間拍到的 但不是兩個人刻意就是很不高興這樣 那這個就是卡蜜拉 這個就是梅根 梅根就是哈利的老婆這樣 他確實有點反骨 那剛剛你也這個不同意苦林 為什麼 黃醫師 因為我覺得可能苦林大哥會覺得 跟一部分的民眾覺得說 那個卡蜜拉跟查爾斯王子是世紀真愛 就是說經歷這麼多波折 然後真正在一起之後 後來這個查爾斯王子 也就堅守在卡蜜拉身邊 可是我會覺得就是我光看他們這兩個人 出現在螢幕上 我的內心就會覺得出現噁心感 很討厭 理由是因為我覺得 妳說這兩個嗎 就是就是卡蜜拉跟查爾斯王子 他這個叫大老婆心結 就我覺得不是 但那種噁心感是來自於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道德 還有對王室的標準的要求 大家有覺得說 為什麼看到王室 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然後會覺得我們看他會很開心 然後會想要支持君主制嗎 或者說為什麼又有人反對君主制嗎 我覺得是因為當我們看到王室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穿戴的很漂亮的人 很自律 然後有著追求這個世界的美好的價值 比如說家庭或者是跟人的相處 最重要的是那個皇室人員 常常他展現出來是說 他可能要去做慈善的事業的關心 他們真的可以去就是說 好像坐在病人的床邊 跟病人鼓勵 或者是孤兒 或者是老弱殘兵 其實皇室存在的價值 是因為他展現一個非常崇高的道德 所以你會喜歡他 因為其他的人展現呢 你可能會懷疑他後面的利益 比如說如果是政治人物 做這些事情 你可能說他是不是要來戀財 所以那皇室人員沒有這樣子的憂慮 所以是我們可能會喜歡的原因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所以我看到他們兩個覺得噁心 是因為他們兩個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的一種一個皇室很糟糕的代表 查爾斯王子為了自己的這個利益 他娶了戴安娜王妃 沒關係 你喜歡這個卡米拉也沒關係 我們也很尊重 有本事 你說你要娶他 你不要做威爾斯親王 你退位 你跟你的阿伯 就是愛德華巴士一樣 這樣我跟你拍拍手 真男人 真愛 可是你當初是為了自己的權位 為了你那個優越 為了你的金錢 為了你的公爵領地 你要保持那個地位 所以你娶了女王 認可的戴安娜王妃 那娶了之後呢 這個卡米拉也很糟糕 那時候他根本就是已經都跟別的男人結婚 而且這個男人是查爾斯王子的好朋友 也是安妮公主的初戀情人 那你各自都已經理論上很好的 這種我們看到的很好的家庭的價值 或者社會地位的時候 沒有一個有老公的女人 就是明目張膽的 跟所謂的王廚在談婚外情 從中獲得什麼樣的利益 我們不知道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 查爾斯王子 好囉 後來就跟戴安娜王妃 他也不忍耐 其實他就是不忍耐 所以戴安娜王妃才忍耐不下去 如果今天查爾斯王子 有稍稍一點退後 為了自己遠大的亡國的利益 而做個人上的忍耐 就把查密拉的情感情升華成友情的話 那今天戴安娜王妃不會離婚 不會有出來這些爆料 就是因為王子非常自私 他不要忍耐 他要的是戴安娜王妃忍耐 好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變成查爾斯王子 他一路就是他要的 他要的 他要的 現在我不能忍耐你戴安娜了 英國女王 因為戴安娜王妃去爆料 一些事情也不忍耐了 所以就叫戴安娜王妃滾蛋 那滾蛋之後呢 這個卡蜜拉看到 他們兩個分居之後 趕快來處理自己的婚姻 然後他們兩個離婚之後 這兩個趕快 經過一些時間的沉澱 趕快去結婚 你會看到他們完全就是在 為了自己的利益 然後去犧牲掉別人 應該有的幸福 或者是別人的權利 然後再蒙騙全世界 因為皇室 是可以塑造形象 塑造成查爾斯王子什麼 很好很好 當然啦 我覺得就是如果說以這個 這這這這兩個人的話 我是也很喜歡 我是很喜歡看到這兩個惡女大戰 惡就是邪惡的惡 我是看得很開心 但為什麼說這兩個 還是會婆媳大戰 是因為如果我們再把歷史 往前拉一點點 英國皇室對於他們討厭的女人 是會有些作法的 我要舉的是那個愛德華巴士 他不是因為真愛 娶了這個辛普遜夫人嗎 然後後來這兩個人 就被逐出這個皇室了 對不對 他們就跑到歐洲去 那在這個 因為後來就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兩個本來是在法國 那希特勒來了 那那時候英國喬治國王 不是喬治六世的時候 就請說現在發生這個希特勒占領法國了 所以你是我們英國的公爵 公爵夫人 就回來吧 結果這兩個人不回來 跑去中立國葡萄牙 那之後根據現在的解密文件 是說當時候有情報員說 那個愛德華巴士跟那個辛普遜夫人 因為辛普遜夫人很想要當王后 所以就可能也許會跟這個希特勒 會有一些接觸 甚至就是說如果希特勒 攻到英國的時候 他們就要勇力愛德華巴士 再度當國王 然後另外一個辛普遜夫人 就可以得償宿願 再來做皇后 所以就趕快地把他們調到巴拿馬 去當總督 那那個時候王室其實是給 所以愛德華巴士 曾經去巴拿馬當總督 當總督當很久 然後去當總督之後 這是我們看到的表面 後來是那時候王室下了一個嚴令 給巴拿馬所有的女性 說看到辛普遜夫人 是不用行宮廷屈膝禮的 不需要給他尊敬 不要尊敬 就不要尊敬 他的意思 你想要的都不給你 所以我覺得以王室的這種皇后 他要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也是不一定 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